第一題第一題題目說呢 以致說碳在空氣中燃燒會完全燃燒 把它圈起來會生成二氧化碳 好第一題就要你寫出來 請你寫出來碳燃燒的化學反應是 所以請問你 這種題目如果你不會的話我教你 請你先養成習慣去想一下誰是化物 欸對不起講錯了誰是生成物 誰是反應物 好請問你誰猜反應誰 既然講碳燃燒對不對 記住喔只要講什麼什麼什麼燃燒 通常會有水你知道嗎 會有氧 所以碳燃燒的話應該是碳加氧 我把它寫上去碳加氧 碳加氧就是所謂的碳燃燒 然後請問你會生成什麼東西 他不是你講得很清楚了嗎 完全燃燒生成什麼 二氧化碳 所以碳加氧就會變成什麼 二氧化碳 那你要把它平衡 請問你平衡好了沒 平衡了嗎 有超爽的對不對 所以箭頭的左邊跟右邊 有一樣多的C 有一樣多的O 所以答案直接平衡好 都不用動 好然後重點來囉 來看這邊看這邊 注意聽注意聽 我要講的重點是 這邊不是有個係數111嗎 好我們利用題目來解說一件事情 這邊的111 1-1-1指的是誰1-1-1知道嗎 注意聽喔 這裡的1-1-1-1就相當於末爾素柄 也等於什麼 分子素柄 也就是說一個碳加一個氧分子呢 會生成一個二氧化碳分子 或者你可以說一末爾的碳加一末爾的氧 可以生成一末爾的二氧化碳 OK可以嗎 接下來喔 我再說一遍 因為現在我已經把前面的末爾加進來想了 1-1-1就相當於一末爾的碳加一末爾的氧 可以生成一末爾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前面的1-1-1就相當於末爾素柄 就相當於一分子素柄 好那題目怎麼說呢 算這樣出 他說請問你 如果我要讓600公克的碳完全燃燒 請問你需要幾公克的氧 然後呢會產生幾公克的二氧化碳 好我們看一下請問你 600公克的碳在這邊請問你怎麼算 來先告訴你一個重要的觀念 不管題目怎麼出 我教你一個方法 一律把它換成什麼 末爾 再說一遍 不管題目給你什麼條件 都換成末爾 如果題目反正末爾呢 那最爽 如果給你重量呢 換末爾 如果給你個數呢 換末爾 反正不管給你什麼東西 都先換成末爾再說 會啦 所以請問你 600公克的碳算當於幾末 是不是重量除以分子量 請問你碳的分子量是多少 是不是12 最難做的答案 是不是50 所以換句話說 當他告訴我600公克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想成什麼東西 他就是有50末 好 那看這邊 這裡不是1比1比1嗎 那請問你 1比1 剛才1比1比1不是告訴你嗎 代表是1末爾的碳需要什麼 1末爾的氧 才可以生成什麼 1末爾的二氧化碳 50末爾的碳 當然需要50末爾的氧 所以第一個題目他說要幾功課 所以題目呢 先講一下 我知道是需要50末爾的氧 對不對 那題目不是問末 題目是問功課 最怎麼辦很簡單 把末換成什麼 功課就好了 好那你可以用公式 你也可以用定義 好看你要哪個 我們用公式好了好不好 末爾的什麼 末爾是等於重量 除以什麼 分子量對不對 好請問你提末 50 啊重量咧 不是我要答案x嗎 分子量咧 題目講誰講 題目講是氧對不對 請問你 氧的分子量是多少 氧的分子量 我猜一定有人會講錯 我是16 氧是什麼 氧是O2 不是O O是氧原子 這個裡面也講的氧 講的是O2 O2多少 O2應該是32才對 所以x給多少 x就是50乘以32就好 雖然是1600 雖然是需要1600克的 這樣會嗎 好然後第二小題 第下一個呢 他就請問你 請問會產生幾功課的二氧化碳 好 這個題目呢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呢也是一樣 用土法練高 來請問你 一磨的碳 是不是需要一磨的氧 那請問你 可以產生幾磨的那個 二氧化碳 也是一磨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如果這裡50的話 可以產生它幾磨 就是50 所以請問你 50磨的二氧化碳 有多重 你也可以用公式 也可以用公式 50乘以44 會嗎 所以答案就是 2200 就是方法一 就從異議來講 方法二呢更簡單 我們有沒有學過質量守能定律 反應前總質量也等於反應後總質量 那請問你 反應前有多重 反應前有多重 不是一個是六磨 一個是1600 所以兩槍加你 也是2200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答案就寫2200 但注意喔 這裡的600跟1600 是剛好都有用完的喔 如果剩下來的話 不能放到後面去喔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再說一遍 這邊因為600公分是完全燃燒 氧呢也是完全用完 所以這裡的600跟1700 是剛好都有完全反應掉的 所以可以兩個相加給後面這個 對不對 如果它有多出文的話 那是不能放到後面去的 會啦 可以嗎 好 這個題目會考喔 會考